你们看,这种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解压 这个是香浦的果实 香浦是香浦科香浦术多年水生植物 种子上面带有很多这种官毛 密集有序的排列在一起 一挤压它就炸开了 它是刺胸同住的 这个果序的上半部分 这个光杆部分 嫩的时候是有熊花絮的 成熟后熊花絮就脱落了 这个种子真是高产 它的别名叫水蜡烛 这个花絮在剩化期的时候 有很多的花粉 花粉具有药用 具有止泻功能 成熟的果实常被用来 作为填充保健枕心 这个浦棒还可以这样点着 用来熏蚊子 在野外,在农村还有用 在野外生存的时候 可以把榨开的浦棒揉毛 作为火熔 你们看,这点一下 碰了一下就迅速燃烧 香浦在春天刚出的嫩苗 是可以使用的 明天春天来扯一点 做到菜尝尝 它的叶子成形以后 可以收割用来编织 各种手工艺品 来,跟我去野外勺勺 带你去吃烤植物大香肠 纯野生的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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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